中原普渡祭拜好兄弟 澎湃贡品白买一整桌 到底该买什么好 通常都不是我买 我都交给爸妈买 我就买自己喜欢吃的零食跟水果 像是奇异果的话就是比较吉利 然后橘子的话就是大吉 那苹果就是平安 那桃子的话就是桃喜 那拜完的话自己也可以吃 所谓新城哲离 民众买贡品都想要讨个吉利 毕竟这些食物 最后也是通通吃到肚子里 中医师就建议 中原节前后节气鼠除鼠 补气降火的水果对健康有帮助 水分比较高啊 膳食纤维比较高的 像奇异果啦水梨啦 其实都是蛮适合的一些水果 绿色的奇异果是比较属于酸干的 比较偏凉一点 那黄色的奇异果是比较干温的 我知道是蛮建议绿色的奇异果 新鲜水果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可以调节免疫力 不过炸的烤的或者是麻辣锅 这时候就最好少碰 免得身体体抗疫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